花红肯定发啦 多两个礼拜就要发花红了 整家人啦 工人员啦 家人员啦 一定要给的嘛 老汉明年开什么字啊 2955 我每天讲2955 去买啦 到过年都可以买这个字 2955买一点啦 不要买太大 买一点就好 马票都走路 我也是有注意的 一定是哦 如果你是一个月的 开销是5万 工钱啊 家用啊 全部加钱是5万 那么新年就要是5万 多3倍 是一定要 家用要3倍 对嘛 买东西要2倍 家里要准备 对不对 花红要给 薪水要发 所以要3倍 比平时3倍的钱 如果你的花花费是可以5万 新年那个月就要花费15万 明白吗 我以筹谋 不要跟工人讲 今天没有赚钱 所以没有给花红 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你赚了10个月 2个月没有赚钱 还是赚钱 你都是要给花红 明白吗 晚上好晚上好 催水催了 2个小时了 应该直播要关了 对吗 我也累了 老人家老辣肉 累了 35岁薪水2万 要不要出来创 那么你是大人才 你是大人才 你是大人才 你是专业人士 因为银行的经理的工钱少过你 你32岁 你25岁 30岁 你有2万块的薪水 你高过银行的总经理 银行的经理才4千多五千